其实也在想 我觉得婚姻中间有很多充分跟必要的条件 每一个人的荷尔蒙其实都会衰退 他说其实你到了50岁之后 你所想象的很多婚姻的问题 为你来说它不太存在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荷尔蒙会改变很多 欢迎来到不爱就散 方律律师 今天我们的个案跟性生活有关 我觉得在亲密关系或是婚姻生活里面 我个人觉得性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 现在有时候不是一环 你知道讲说床尾和这件事 我觉得因为他那个亲密感是超越很多精神性的 所以通常我们在法院判决里面 如果以不履行夫妻义务 没有夫妻之时诉请离婚 是不是通常一定会判离 其实很不一定 我觉得在判断没有夫妻之时这件事情 他可能就会讨论一个 是谁造成的没有夫妻之时 说来有点特别 我先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好了 我记得那时候我看到有一对夫妻 然后他们的感情其实非常的好 那这对夫妻我觉得说 那你为什么要离婚呢 因为他们真的就是 看起来就是老公载着老婆来到一个律师事务所 那你就会想这对是要来结婚还是要来离婚 就是他在你面前的时候两个人没有怒目相向 或是没有形成那种像冰山一样的关系 没有那个feel就对了 完全没有 所以我就很特别的 然后理解了这件事情 他就说因为他们两个人在 应该讲说在可能很多年前 就七八年前吧 然后他的老公呢意外的就是 讲意外我觉得是叫刻意了吧 因为外遇这件事情 我很难理解有个叫意外 他总是 很多人觉得他那是不可自拔就陷下去 天哪天哪 我很想感受一下那个不可自拔 然后呢 对他就跟他的这个小他二十岁的公读生呢 就发生了性关系 差二十岁 差二十岁也差很多 那那时候他们 我觉得这个老公其实在第一时间里面 他就知道他对不起他老婆 然后也跟他老婆坦诚 然后也主动 是他自己先坦诚的 然后也主动跟这个 他可能想脱离啦 对对对 因为他就很guilty嘛 然后呢他也跟老婆坦诚 那当然我们那时候也在讨论 跟老婆坦诚自己外遇到底是 是一件善意呢 还到底还是什么 那意思是说是哪招 这招是要干嘛用的 我觉得是他无法靠他自己的意志力去脱离 那他干脆让整个事情曝光了之后 然后让曝光的这个状况带着他走 但是我觉得朋友 你们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 你们也可以选 你到底是希望你老公跟你坦诚 还是尽量不要坦诚 我觉得这件事好多人就已经有不同的选项了 那当然这个老公呢 他就坦诚 那当然就有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说你的坦诚只是会降低你的罪恶感 却让我非常痛苦 所以你看嘛 这每一个选择都不一样 那这件事情呢 他们也就处理掉了 处理掉就是他也跟那个所谓的小三 他就分手了 然后也就跟老婆好像复合了 这样复合好像听起来不就这样了吗 但是走了七八年 事实上他们没有改变太多的 是生活当中的互相扶持 这些他还是对了他老婆很体贴 他唯一改变的一件事情就是 开始没有了夫妻之事 所以他跟他的太太在他的外遇结束之后 他没有发生任何的性关系 没有性生活 之后就没有了 七八年 七八年 非常非常长 那他太太在这过程当中 有表达他的渴望吗 有 他做了一个女性都想做的事 比如说打扮很漂亮 然后或者是用一些比较暗示性的东西 花或者什么香水或者是衣服 就是说希望他先生对他有新的欲望 对不对 是的 但是他老婆就还是没办法 然后但是所有照顾他老婆的三餐 包括上下班都要接送 然后包括他老婆想要去购物 他就陪他去刷卡 哇这样的老公真的很完美 就是说他伴侣跟配偶之间的所有的互动 其实他的老公在坦诚外遇之后 他一向都没有减少 没有减少 也没有缺席 但是当所有外人都不在的时候 需要的这个生理上面的情欲关系 性生活 他老公是不供应 对不供应 然后这个不供应对他来讲是非常的不解 所以这时候当然我们遇到没有 他不是不能 他是不供应对不对 就是他并不是后来跟他 其实只要在一起的时候 他在性方面已经无能 不是就是他不要 他不愿意了 然后呢 所以他老婆在做一个女性 所该做的事情之外 所该做的是他自己认为 沮丧 沮丧 那个叫沮丧 因为他开始心里有一个忐忑 就是说 你是不是拿我跟你那个20岁的妹妹在比较呢 不然你为什么现在不愿意碰我 是 然后他就非常非常痛苦 然后他就跟老公说 我们去看所谓的门诊 跟性有关的门诊 不愿意 他说那我们去諮商 也不愿意 那先生在来你这里之前 一定有给他一个答案吧 因为他既然已经提出 你一直不愿意跟我有夫妻之间的性生活 那门诊又不愿意 我觉得这对话不会停在这儿 对不对 他大概都提出了他的渴望了嘛 那一定会问说 究竟你为什么不愿意 他就说他不能 他先生是这样 他就说他 他说他没有办法做这件事 那这个没办法是客观不能 还是主观不能 我们就不知道了 然后这位女性他就很痛苦 他就真的很痛苦 所以他最后一招就是 那我们就离婚吧 他一直是用这个来逼人 就是说 对 就是说 我要让你明白 没有一个亲密关系这件事情 是我不能容忍的 是 然后他老公的反应你猜看看 他应该是 那就离婚吧 为什么 如果你是那个老公 你为什么答应呢 你太太你还很爱我呀 不是因为我觉得从前面 他会自己把他不能解决的 外遇的这件事情 他自己的自我揭露 我刚刚就说了 我觉得我的理解是这种自我揭露 并不是因为他已经结束了外遇关系 是他先自我揭露 他是一个让形式带着他走的人 那在这七八年里面 我这样子看 这个做先生的他一直不供应 他自己作为一个亲密关系里面 跟他太太发生这个性关系 或新生活的这样一个对象 其实到后来他也是在等待 他太太提出来离婚 让这个情势带着他走 我觉得是有这种人 原来是这样去想 其实我现在才破案 我那时候一直想不透 为什么就是说 你明明两个关系好像也不错 我就讲了三餐也照料 我说这打着灯笼 哪里找着老公 不会 可是我觉得关系不错 我觉得他有表面跟内力 我觉得真正的关系很好 是在所有人都看不到的时候 那一种亲密 那我讲的不完全是肉体的亲密 两个人一起牵着手 靠在沙发上嘴举 没有其他人 我觉得那也是一种非常真实的亲密 那这个部分 可能他完全都不供应 你比方说在这个个案里面 他没有付出 他没有性关系 他可能这七八年也没有什么付出 所以他太太所感觉的那个失温 只有他心里面知道 不然他太太不想离婚 为什么会走到一个悬崖边边 最后是自己先跳吧 因为他先生说那我们就离 那跳是不跳呢 但他老公 你知道七八年之后 他老公就同意离婚这个事 当他开了口说 让我们就离婚 让他老公做最后一个决定 结果他老公说离的时候 心碎 心都碎了 那你之前对我的好 到底代表的是什么呢 所以我那天看了 可能不想改变生活样态 觉得改变生活样态太麻烦 那你知道那个老公说离 同意离说得很干脆 那就财产分一分 然后离婚怎么办 怎么分一分 所以那是为什么到你 到你事务所 就是来协议离婚了 那那时候我试着帮忙挽回 坦白讲会觉得你们两个 就间谍情深的走进来 那时候我 那你有看得出他太太是真的很不想离 就是他心里面 不想离的 这个决定对他不是他要的 他不是 他只是在找一个挽回的方式 OK 他是不想离的 所以他老公的答应离这件事情 让他应该是倾天霹雳 因为毕竟这七八年来 他还是非常呵护这个太太 然后只是不愿意供应 应该老师说的信这件事情 然后所以他觉得 那我告诉你 那这样的关系我宁可切断 他也没有想过 他老公是如此的爽快 决定同意 然后去把这个协议书都写一写 那这个妻子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 现在反过来变这个情势在控制她了 那为什么不跟她 就是那个情况下 她有没有任何一次可能跟她先生说 我不想 其实我中心里面我只是想说 如果你真的不要性生活 难道你要离婚吗 但是我真的不想离 我们可不可以再try out 所以他没有这样讲 他老婆的说法是这样的 他老婆说我们可不可以去婚姻諮商 然后我们可不可以去看门诊 因为他对于这件事情 他已经七八年了 那你知道他对他的痛苦是什么 就是他觉得他没有魅力 他觉得他输了那个二十岁的公读生 所以他反过来 其实这七八年 他一直反复在腐蚀他的自我肯定就对了 然后第三个他是反复的在想 我老公是不是继续跟别的女生在一起 我刚有这样想 我刚有这样想 对 他好多的不安 他有好多的脆弱 所以他那时候会觉得说 不然你为什么全部都拒绝 那么 所以当他去跟他提出了离婚的时候 他又一口答应的时候 就像你讲他可能等那个离婚已经等很久了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女性说 他好像必须要去面对一个事实 就是婚姻里头没有亲密关系这件事情 不是他要的婚姻 OK 所以到了这一步 我这样有点残忍 那你会不会觉得说 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他终于得到了一个礼物 就是这七八年 我觉得他的忍耐 最后得到那个礼物 不是那一个他期待中的夫妻性关系 而是他得到的礼物是 他发现他真正要的是什么 就是原来那个壳子里面其实没有 他没有 我觉得我好认同方老师这句话 我记得我在前面有提到 有时候离婚不是婚姻的想象跟议题 而是人生的议题 然后他终于在七八年 不断的去测试到最后的离婚的测试 他终于明白 他对于一个亲密关系的理解里头 他不能不识爱情 也就是说他的亲密关系里头 必须要如同恋爱般的男女关系 他同意了我婚姻跟我的亲密关系 是需要到如同爱情般的程度 所以那亲密关系 他不是过着过着就变成经济生活的依存 对 就是他是他可以是这样 但不可以只有这样 对不可以只有这样 然后我觉得他去接受这件事 然后离婚之后呢 离了 后来最后他离了 然后他决定 重新自己照顾自己 也就是我不需要一定有一个伴侣 来照顾我的三餐 我可以开始自己独立过生活 我可以搭捷运 我可以自己去上班 我可以去买外食 来填补自己的三餐 我也不需要你做的便当 在分的过程中是平和的 对不对 就是一如你看到他们走进你的律师事务所 就是两个人并没有对立 也没有剑拔弩张 那再提到 这是一个协议的离婚嘛 所以他们在分产跟处理 过去所有人生关系 要切割的时候都是平和的 是的 平和的 那我觉得 这件事给我很大的一个体悟就是 如果我倒过来看那个老公的话 就是 你其实可能一直准备的是要离婚的 所以你不会老婆一提出来 就很快就走到这里 可是他至少做到一个等待 但是这样讲就是说 他等待了这个女性 慢慢的去看到她的婚姻的真正的真相 面貌 面貌 然后并且在这个面貌当中 去接纳了这个事实 这时候的结束 才有可能是好散 完全同意 不能同意更多 对 所以 我觉得其实在 之前读那个方韵 你让你给我这个case的时候 我其实也在想 我觉得婚姻中间有很多充分跟必要的条件 每一个人的荷尔蒙其实都会衰退 我曾经有一个 我称为mentor在我们业界的一个 我不会叫他长辈 因为他知道我讲的是他 会杀了我 有次我们在聊 然后他就会说 他说他说其实你到了50岁之后 你所想象的很多婚姻的问题 为你来说它不太存在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荷尔蒙会改变很多 这个有一些些体会 但我一直说 上次我们每一个人 对于性的渴望会随着年龄 我觉得他会稀释会淡薄 但是对于亲密跟爱的渴望 我觉得他跟年龄完全没有关系跟差别 所以我完全不是专家 但我只是一过来人 我觉得婚姻有很多充分跟必要条件 那最好两个人对于性这件事 它是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 我觉得一定要开口 常常的交换意见 不然会有很多误解 然后会带来很多孤单 然后我有一个小小的提醒 其实婚姻是有更年期的 对不对 爱情它来的时候 是跟着你的青春而来 但是你的爱情 也可能会遇到更年期 也会突然就是它会衰退 然后它会有一些症候群会出来 那那么怎么样去共同面对一个 可能走入了50岁之后 可能的更年期 我是指说婚姻更年期 你们还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建立你们自己的亲密关系 亲密关系当中性到底是不是一个必要条件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被沟通的 然后我也觉得是两个人的沟通 你不要用一个幸福的制服来想象 婚姻里头的功能一定要包含有多少项 对不对 有些人可能有经济 有些人可能是没有经济 有人可能可以锦衣玉食 那你可能是没有 你可能就觉得贫贱夫妻 并不是百事爱 贫贱夫妻它可能是感情浓度最高的时候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大家对幸福的公式不要过度的拿别人的公式来套到自己身上 那你的亲密关系里头到底需要多少的功能这件事情 它如果进入了更年期 你们会转换另外一个山头走到哪里去 我觉得也是一个蛮难换的事情 对不对 最重要是对自己诚实 对那我们今天的法律 法律takeout来看一下 其实刚才方老师去问到有一件事 就是说到底有没有旅行同居 没有夫妻之时 它到底可不可以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离婚的理由 那我刚才有提到说 其实它的复杂度是有点高的 那么我们有从一个旅行同居的概念来谈 那么你大家可以想到一个通奸除罪话 我讲的有点太法律了 也就是说性自主权在我们的婚姻里头是被保障的 所以并不会因为你有个结婚的通行证之后 你就有性爱的通行证 它是并没有画上等号的 并没有的 所以才会有婚姻性 所谓说性自主这件事情 所以换句话说 但是我们会有一些 有些人会把它含设在一个旅行同居的概念 那我们同样旅行同居到底是指什么呢 很妙 你知道法律其实是有点有趣的 有人说分房分床分屋都有不同的看法 那但是现在我们的旅行同居是指在同一个屋檐下的概念 以现行的法律来讲 它还是一个同一个屋檐下 那么不旅行同居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去看待呢 他说有一些 我们都夫妻之间有互付旅行同居的义务 但是有一些正当理由是可以不履行同居的 生病 生病 生病要有时候住安养院之类的 或疗养院之类的 对有道理 还有什么 隔离 好应景 对啊对一个新冠了 什么义务不要同居啊 好了再回来 我觉得问老师特别准 还有呢 还有你觉得还有什么会是正当理由 你们有没有看我小时候大家一起来啊 这好像那个要翻牌的那个 想不到了大概这两个 我觉得工作 好工作分隔两地吗 移民 哇这个很多了 一个在台湾 对不对 太排带孩子去去美国念书 远去的会 这个很多了 对OK 还有什么呢 其实还有一个比较严重一点 叫家庭暴力 哦有没有 我会有保护力呢 所以要隔离 所以这回到我一开始问的问题了 并不是没有旅行同居之义务 而你诉请离婚 在法律上法官就一定判离 他会很多很多理由 想了解 其实这个 等于说这个官司在走的过程中 也是要了解究竟是什么 使两个人没有同居了 是的 就是法律啊 有好多个状态 所以我们的节目 你们可以尝尝看 因为呢 其实 也就是它的不同的样态 所以法律不是只有一个条文用到底的 它还有好多的状况是要分辨的 我相信同居这件事情 我们下次还会有很多机会可以慢慢再聊 拜拜就散 下次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